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30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與消息 首先各位老友要留意今天是疫苗通行證的第二個階段 小心被人罰錢 說要戴好口罩 掃好你的安心出行 說打兩針 先讓你進去街市 食市 商場等等 相當麻煩 但怎樣說也好 大家要小心顧著荷包 因為剛剛又有些食店被罰錢 情況如何 你一直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相關也跟進一下 據了解抗疫熱線方面 不知道是否出現了有關薪金的醜聞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看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我們先看看食店和食客被罰錢的情況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警方在素食市 酒吧 排隊房間 處所是違規 包括超過4人1台 80位顧客 委委罰5千元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港島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湾仔分區排照組聯同機動部隊 在昨晚展開代號為 泥霆素月 五角和松塔行動 突擊巡查區內領有酒牌的場所 行動中 港島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湾仔分區排照組 先後發現銅鑼灣耀華街38號一間樓上食市 和燈籠街1號一間餐飲處所 都容許超過4名顧客一台 就違反了599F 當中要留意 食客方面兩間場所合共46男13女顧客 是違反了599F而被罰款 說每位顧客 每位五千元 聽到肉赤 各位老友記真的要遵守相關規定 以免荷包受傷 因為食環署已經率先表明 未來今天 明天 甚至星期一這個紅日 有機會會加強巡邏 日前欣澳捉了很多人 最大的年紀有80歲都有 各位老友記得要留意 戴好口罩 掃好安心出行 而且坐的時間不要多過4人一台 否則無辜就會被罰五千元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講講另一則消息 竟然有關抗疫熱線 根據HK01的報道 月薪18000元抗疫熱線助理 竟然被扣薪幾千元 公眾假期不獲出薪 員工是直斥旅議會誤導的說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民政事務總署2月設立居安抗疫服務熱線 為進行家居檢疫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 並招聘旅遊從業員出任熱線助理 由旅遊業議會負責照聘工作 不過熱線助理的新金計算問題近日爆發爭議 幾十位新入職的助理不滿 旅議會拒絕支付法定和公眾假期薪金 以至原本18000元月薪減少了幾千元 星期四和4月28日與旅議會職員對質 旅議會表示需要調查事件現階段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當中陳小姐是化名的 3月申請熱線助理職位 並和旅業會簽訂為期三個月的僱傭合約 他表示招聘文件和合約列明早間和中間月薪18000元 他在星期四收到第一筆新金 但發現金額少了超過3000元 不少同事都出現類似的情況 陳小姐表示星期四曾經有同事就新金問題 向熱線中心管理人員查詢 對方與旅議會溝通過後才知道工作未滿三個月 法定和公眾假期都不獲資深 旅議會以18000元為基礎 除以31日計算出員工的日生 減去公眾假期的日子後 以員工實際上班的日數計算出員工那個月的薪金 換言之入職之前的三個月 如果工作的月份有法定和公眾假期 那個月的薪金不會達到合約列明的18000元 旅議會的職員當日曾到位於荔枝國的熱線中心 解釋薪金的計算問題 有幾十位熱線助理在場 陳小姐指對方只是強調根據勞工法例 雖然工作滿三個月才能享有的有新法定假期 又承認因系統出錯計錯部分員工的薪金 陳小姐認為旅議會的職員沒有正面回應熱線助理的提問 一味尤花園令在場人士鼓掃 他表示旅議會的職員只會再和上司討論薪金計算問題 10日後會再給回覆 據了解旅議會和員工簽訂的合約只有英文版 根據合約員工可獲的有薪假期 並非休息日、法定假或合約列明的公眾假期 員工月薪已包括法定及公眾假期薪金 不過陳小姐指 簽約的時間沒有人和她說明有關的安排 又強調照聘文件列明月薪$18,000 沒有提及是會扣減的 因為遭回五度員工 另外有熱線中心的職員指 旅議會在星期五月29日要求熱線中心員工 簽收一份用中文撰寫的居安抗疫熱線計劃 TIC人力資源政策 當中有一段段落寫明工作滿三個月後 才可以享有公眾假期 那人就說但我的合約只有三個月 職員又指旅議會未宣布完成合約後會否續約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 相信事件是熱線助理和旅議會在合約上的理解有落差 旅議會協助民政事務總署招聘人手 認為會方沒有誘因主動扣減薪 希望事件可以盡快解決 最重要大家有公開和氣身材 HK012事件向旅遊業議會查詢 不過旅議會只需要時間調查事件 現階段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相信熱線助理也很想盡快解決事件 更加想有公開和氣身材 但要介入才行 要幫忙才行 據了解 抗疫熱線說不定都幫助過大家 大家記得之前 疫情最高峰的時間 大家打電話 很多時間都不通 為何另一邊被打電話打得爆 哪些人幫助確診者 就是熱線助理 誰知簽了合約18,000元 政府不要沽寒 結果原來被扣了幾千元 18,000元 出你13,000元 14,000元 都不太碰到 結果跟你說 原來你未做夠三個月 所以不得公眾假期 即是紅日的薪金 但是那個規定就是 要做夠三個月後才能夠享有 那個法定假期的薪金 但這份合約是三個月 結果這個非常大的落差 現在透過HK01的幫手報導 希望事件有所跟進 亦是說要交給有公權力的人 幫忙才行 這些事你沒辦法 普通市民做不到 現在那個薪金的糾紛 當然希望和氣身材解決了它 既然是這樣幫幫忙 給點力水 和旅議會說說 人人 抗疫熱線的助理 即是有行出 沒有薪金的話 幫幫忙 叫他們齊頭和人 出回萬百元 那就可以了 來到節目尾聲曠仔 為各位網友報導 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 一股清淨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正影響廣東沿岸 與其相關的雲雨帶 也覆蓋該區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 初時局部地區有一兩陣趙雨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吹和換至清淨偏東風 連岸間中吹強風 只望未來一兩日有趙雨 雨勢有時頗為頻密 風勢頗大 星期日氣溫逐步下降 星期日最低氣溫是19度 下週中期就要減少 是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 氣溫介乎25度至30度 相對濕度是65至95度 下雨指數是低的 各位老友記要留意 星期日有機會氣溫急降 雖然不是很冷 但因為幾天的溫差太大 都頗容易病 各位老友記留意天氣變化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